曲名人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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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感覺好像三季都鬥在裡面 挺好啊 三代同堂 感覺很像我們從學校畢業了 然後現在回去先參加學弟學妹的畢業典禮 你第一個舞台 你胸肌到底是怎么练出来的 那天做了差不多一万个福利提升 一万个快爆炸了 在第三季歌里面有什么觉得 明朝面站你心目中 蔡老师 他在准备武术的这个舞台的时候 好可爱 一开始主团的时候 0713的三个兄弟已经在一起了 我们国庆老师就直接进去坐下来 大家都傻眼了 突然看到一堆都是你在哭的一些镜头 我有点惊讶 然后我就问 那你哭的几率有比严正旭哭的几率多吗 然后他们说有 我就真的觉得哇那那 不简单不简单 我们来猜一下 哪一个阵影会是今晚冠军阵影 我觉得 VNP那组 他的管理是什么PI KPI 还是KPI这种管理方式挺好啊 或者是王耀卿阵影都厉害 你在哪个阵影 我在陈出生阵影 那我就看好陈出生阵影 我们陈出生阵影特别牛 不管怎么样 我听小鱼儿听林志颖 第三代哥哥 It's your time now 燃烧吧 热血继续沸腾 滚烫精神 生生不息 那是阳神 I've got it 我还没看到你 那是阳神 有阳神 我还没看到你 那个阳神 我还没看到你 那是阳神 我们会看到你 我还没看到你 我还没看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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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超前营业公演Reaction等精彩衍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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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白天到黑夜之后要从黑夜到白天 不记得疲倦 因为有众人再见 被打散了队友 没时间休息 干我的默契得不到延续 我咽不下来这口气 自己就我的消费欲 什么当丢 为什么单调单调 什么情都不重要 我只会不断地训练 活力是不停地燃烧 压力就要换成动力 才能在台上爆发 把所有风向给舞台 只有自己看到伤疤 成交精彩的一分钟 需要用十年的努力去换 把一颗真心拿给你看 什么都不说已经习惯 所有的哥哥散发着光 不是因为挂在荣誉上 是我们经历共同成长 是我们一起迎难而上 在一起大声的欢笑 在逆境中相互关照 难过的事终将遗忘 快要结束 我才意识到 这份情地无关命令 再被其心里永远 明镜满地的烟花照耀令 我们这时开始 不是结果 CALL ME BY FIRE 舒适使用我们的车机 对于男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勇气 狠不合群地长大 在跌跌撞撞哪去 不肯成为淘汰 不肯影响预遇 注定被时间稀释 会不去的笑容 那一定会有谁 终架火焰种子 我们在这生命中 不一样的城市 好 陈小生 张志玲 李承轩 就位 披静为关 斩击为炮 我们代表一代家族 为传承 滚汤进射而来 有请二代哥哥 有请斯友婆 有请吴建桃 有请任贤齐 我们代表二代家族前来报到 今晚跟少女们一起同心协力 奔夫电风 这一路披荆斩棘 这一路披荆斩棘 滚烫精神不断续泄 人生理所当然 三代哥哥 三代哥哥 今天 你们为接力而战 你们 准备好了吗 有请飞浮奉进 大家好 我们是 飞浮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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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蛋 飞浮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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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超河酎 正义 大家好 我们是 超河金 超河霖浮奉 无间不垂 孙凤胜 超和清 无间不碎 孙凤胜 超和清 无间不碎 孙凤胜 有请孝凤胜见影 大家好 我们是 孝凤胜 我们的口号是 万丈青山一盏灯 无目相互 孙凤胜 无目相互 孙凤胜 有请快乐NCE阵营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 快乐NCE 记住快乐NCE 你们的快乐我们定义 记住快乐NCE 你们的快乐我们定义 记住快乐NCE 你们的快乐我们定义 有请滚烫主持人齐思军 人生滚烫披荆 披荆斩棘 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小齐齐思军 欢迎各位 欢迎来到披荆斩棘第三季 全能唱演家族诞生夜 本节目有有机生活 有我定义的经典有机奶 冠名播出 好草原孕育好有机奶 经典呼伦被爱有机奶 全新上市 助力哥哥们一路披荆斩棘 我们的节目历时经过三季 在第一代第二代已经诞生了 包括大家熟悉的一只花 麒麟 X雷达 我们都对名声大 五个各具特色的阵营 而本季 我们又再添了许多的精兵强将 形成了四大阵营 同时我们在此也要热烈欢迎 此前暂别舞台的第三代哥哥们回归 和我们共同见证家族诞生夜 欢迎哥哥们回来 那么接下来 现场的各位也让我们拿出热情 欢迎为了各位哥哥们加油 助威的亲友们 谢谢你们 是我们每一位哥哥最坚强的后盾 欢迎各位的到来 那同样在比赛开始之前 让我们欢迎来自湖南省长沙市 湘江公正处的杨婷婷 王一曼 欢迎你们的到来 今天我们家族诞生夜的主题 叫做崭新的一天 在这个世界上最棒的是 是每天早起醒来都是崭新的一天 完全免费 永不断货 此时此刻正在度过的 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珍贵且唯一的一天 所以面对这样的崭新一天 现场的各位观众 你们做好准备了没有 那现场的一千位观众 接下来你们的选择至关重要 今天究竟哪些哥哥能够 披草斩棘2023军烫家族诞生夜 全能畅演 晋级通道 终极开启 本季大赛 家族扩建 解锁17个晋级名额 目前成绩 四大阵营 已共夺取五个晋级名额 今晚竞演 晋级通道分为两部分 一 四大阵营三轮对决 竞夺六个晋级名额 前两轮 阵营交替合作 一一一对决 每轮获胜方两阵营 分别竞得一个晋级名额 第三轮 阵营终极战 排名前二阵营分别竞得一个晋级名额 二 阵营竞夺的名额 将以阵营每个人喜爱度排名优先晋级 而剩余名额 将由以晋级之外的个人喜爱度排名决定 个人奖项规则 所有MVP成员中 综合个人喜爱度排名前三成员 成为年度滚烫XFIRE 三轮对决 现场总分最高的阵营 将成为2023的领先阵营 该阵营队长将成为 2023年滚烫家族的年度XLeader 滚烫家族全能畅演 家族扩建终极席位 今晚揭晓 马上要开始的是本场的第一轮经演 本轮的歌单 来自于芒果TV联合微博 征集的观众愿望歌单 哥哥们将会用他们对于舞台的热忱 来回馈三季以来所有观众对于我们的支持 第一轮阵营合作战 四大阵营将会两两合作 组成两个合作对决小组 EV1对决 获胜方的两个合作阵营 将分别进得一个年度家族席位名额 现在我们来看看本轮对决的阵营合作双方 他们是超合金阵营和快乐ACE阵营 合作对战黑浮放阵营和笑风声阵营 那么首先出战的是超合金阵营和快乐ACE阵营 与此同时还有两位学长 此刻也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他们一起来介绍 接下来精彩的舞台 他们就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有朋哥和小七哥 欢迎各位 大家好 我是任仙琴 大家好 我是胡彦斌 大家好 我是苏友鹏 大家好 我是苏友鹏的小哥们 姓 我们是乖乖仔 其实等一下的四位哥哥也都是乖乖仔 但是他们今天要演Badboy 乖乖仔怎么演Badboy 你要不要先跳一个试试看 跳 对啊 大家想不想看胡老师跳一下 姓 你跳我就跳 他们两个跳我就跳 那就拉着学长一起跳 凭什么叫学长跳 来吧 来来来来来来 胡老师来一个 胡老师来一个 有朝一日我还能站在这个位置跳舞 尖叫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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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哥哥们前去做好准备 一 二 三 加油 我现在对彩莎子实在是有点害怕 对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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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找一个好不好 一人找一个 我找到一个 这边 胡彦斌队长 你怎么没选我 你觉得这一季好玩 还是上一季好玩 你说来节目是为了蹭流量 有达到目的了吗 大家都希望你很甜 你觉得呢 你到底觉得Kenny几岁 你的人生中有想重来一次 再来一次逆战你愿意吗 今年算有效参加 笑容才是你的保护色 觉得还能够回到说唱圈吗 这个你拿 喂喂喂 你这欺负人 哈哈哈哈 哎那我抱一个校长的应该知道吧 唱破茧的时候他 哈哈哈哈 破茧开裂了 哈哈哈哈 马上要演出了 因为舞台在网上升了 看一下 脑袋里第一件事情想不到的是 今天穿什么颜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张雨泽哥哥想要问我们 如果我选择加入了你们的阵营 你们觉得我可以替换谁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替换我 因为我确实看到很多人 说我跟他长得很像 所以他突然突然回来 你都不会发现 但比照镜子知道 照不赢他 那倒也是 他很会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他要过来后 怕我们舒适的镜子不够多 哈哈哈 你们知道网友说 你们组透露着一股 清澈的愚蠢吗 啊 你们觉得是在说哪些哥哥 为什么 哦 这还有些吗 是哪一个啊 答一个 对啊 你们数到三一起好了 数到三 是哪一个啊 来 一二三 哎呀你啊 太愚蠢了你 卫星哥吧 卫星哥 关志冰呢 虽然拉高了我们的颜值 但是也降低了我们的至少 哈哈哈哈 我觉得在我心里的 看到的Kenny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在讨论秀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都是各种想法突发奇想 不管他最后会不会用 他还是会去练习 就是 真的是愚蠢 哈哈哈 啊 啊 亲切的愚蠢 其实只是因为我普通话不好 我是很用心的去听他们讲普通话 因为他们讲得特别快 所以我就是在镜头里面去看我 好像是发呆着 啊 所以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嗯 关志冰很好奇 你从哪个时候真心认定我这个弟弟的 其实应该说就是从二宫结束 我们开了一个运动会 他生病的那天起 因为这一届从二宫开始 大湾区来的哥哥就只剩他一个人了 他普通话也说得没那么好 他也很怕跟大家交流 我就觉得很心疼他 我当时就给他弄了一点吃的过来 我就想 嗯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嗯 你在练习声的时候别人跳不好就为他改动作 但在节目中当哥哥们出现困难 你为什么选择收着不说 不是 这个我也没有收着不说 本身就是有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哥哥 我用他歌手能够最理解的方法去教他 比如这个地方我把拍子数得很明确 跟唱歌一样 共通 好他就解决问题了 那演员的哥哥 他记不住这个动作的逻辑是什么 他就觉得很快 我抓住一个东西 往上抛 抛到最远 你就有那个状态了 我觉得可能一定要去找 跟哥哥们有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跟跳舞这件事情 有共鸣的地方 那他顺点就能盖得到 对性格来说 今年算有效参加吗 你觉得你实现这一季来的目标了吗 有 有没有效 只要来参加披荆斩集 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怎么会没有效呢 对不对 在意的是自己 为什么会 还是没有那么的 好 这样子 会一直反省自己 对 观众很好奇 有想重来一次的时刻吗 我如果重来一次的话 我其实真的还蛮希望就是 我来披荆斩集之前 其实我可以做好准备的 如果说我能够更有准备的来 我觉得可能 我会在这个舞台上更自如 以及能够可能 很多的事情 没有那么多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挑战 哪怕再过几年再回看这个舞台 我自己还是会很喜欢 如果再让我选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逆战 二公的时候 如果Jeff一开始就很多各个选择他 你还会选择他吗 会陪伴他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问题 我觉得 我遇到他 然后我们相对又可以感受到他的处境 他需要被帮忙 他需要 他需要朋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 真的就是缘分 他就是来了 然后就发生了 对啊 这是Jeff问的 哦 嗯 bro 从哪一刻 觉得我们部落开始有了团魂 我觉得是从 二公开始 二公其实是我们人数最多的时候 我当下一心觉得这群人就是我们将要一直走下去了 幼稚 太天真了 没见过四面了 我怎么没见过四面 其实二公发生很多事 对 你看红牌的事情 然后龙哥的事情 然后又清零 我们就想要写一个立志向上 咸鱼翻身 谷底翻身的故事 太天真了 幼稚没见过四面 结果最后就是被灭团 当中确实有一段时间 确实是有点想放弃 看到大家这么拼你知道吗 就想说啊 好啦 就继续坚持下去 还好我有坚持下去 其实我觉得要感谢节目组的赛制 一轮一轮的其实给了我们无数的挫折 然后因为有过这一些 会让你有感受到这种真情在 那个东西是我觉得非常难得的 每一个艺人都应该来参加披荆斩集 你没有来这个节目 你就不知道 你还可以做多少突破自己的事情 接下来这首歌是送给观众朋友们的 感谢你们一路以来陪伴我们 支持我们 和我们一起披荆斩集 我们一起披荆斩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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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 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 我不会放手 我不会放你为什么 你不用教我怎么做 我要抹上这鲜艳的口号 原来我是这种bad boy 原来我是这种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从容 难道是我 你说的回忆有很多 你说的春春像烟火 你其实骗了自己骗了我 我不想再挽回什么 你不必再批语奔波 我要找到最亮眼的自我 原来我是这种bad boy 难道我曾经默默从容 那全是你般的错 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 你是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太无奈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 你说的是我太忍弱 你说的是甜的作弄 你说的是我离不开柔柔 我不能证明是与否 我不能证明是与否 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 这不是我你分开的理由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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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我真是个bad boy 我一直不信从容 那就是你热的火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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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 你是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再无奈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 i'm a bad boy nobody can let me get down i'm a bad boy 都是我的手下败奖 一举一动 才容易被别人爱上 看着我的眼神 每一段的反暴待放 you can look at me ah 我看你像的不太一样 不快不再不爱你 我的rime 要给他们boy 永远属于你 call me boy i'm your boy i'll never let you cry yeah let's go 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不明白 bad boy bad boy 我必须要离开 你是bad boy bad boy 你的话让我太无奈 bad boy bad boy 让我对你说拜拜 让我对你说拜拜 掌声送给四位bad boy boy 好 谢谢四位哥哥带来精彩的合作秀 谢谢 现在请四位哥哥返回观战区 有两位乖乖在等着采访你们了 大家觉得刚刚这四位哥哥的bad boy 下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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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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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最坏 为什么 我想跟大家说 这整个舞台就是这两个星期里面 小资格实时一手一脚策划出来的 你实际上真的是一手一脚 对 这个舞美还有我们舞蹈的编排 全都是小资格 但是他昨天晚上跟我们说 这个有可能是他人生最后的一个枪跳舞台 你们说他勾不勾回 不可能 这个应该是小资格这个月的最后一个唱跳舞台 哦 这个月 好好好 下一个月还要有哦 小资格可以吗 因为这个唱跳舞台确实 好不容易在最后的时候终于可以完成一个梦想 对 其实当初来拼音斩棘 我就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家族的感觉 对 甚至找到自己的一个成员 那我觉得很开心 能够在最后一个总决赛能够完成了 甚至我们连团名都想好了 对 对 大家好 我们是Good Boy 我们一起支持Good Boy好不好 谢谢四位哥哥 也谢谢上阳哥 谢谢卫旋哥 谢谢你们 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是黑浮放阵营 和笑风声阵营他们的合作秀 而同样也有两位和他们渊源颇深的学长 要与两个阵营的代表一起来介绍我们欢迎 李承轩哥哥和吴建豪哥哥 欢迎你们 亲爱的马辣汤 大家好 我是李承轩 大家好 我是VNS 吴建豪 今天主要是办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亲自见证 我们第三代滚烫家族的单身 好 好 然后第二件事呢就是跟兄弟们一起合体 比如说我的好哥们李久泽 李久泽来披荐斩机之前呢 他问我说 哥 来披荐斩机的时候需要做什么 我说最主要的就是 少哭一点 要不然被节目组简称搞笑片 久泽你说呢 凤哥 我已经不是九车 为什么 我是脆弱男人 脆弱男人 我来抱一下 脆弱男人 谢谢 今天我来这里呢 主要是想要跟这一季的唱跳王 王耀卿哥哥 合体 其实我来之前 我就有问过炫哥 因为我很喜欢上一季的凤毛麟角 大家有没有看过 所以我想问他 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凤毛麟角的舞台 那么问题来了 凤毛麟角和狗可 哪个舞台更好 我以为我会是凤毛麟角 但没想到我成为了托克 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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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克就是王牌 因为 一个代表王牌 一个代表武士 我们合体就是 王牌武术 就是我们正应的 陈曲思哥哥 王牌武术 王牌武术 还有 张东良可哥 张颖可哥 大家期不期待 因为他们来了 哇 这个是真是问题如山啊 大家把自己想回答的问题 拿下来 想想看你要怎么回答 就任选回答是吗 哦 这里对这里 这里这里底下也一个 你有脸就够了 有什么实力 你对你的队员有亏诚过吗 有没有不想当队长的时候 你一直被大哥罩着陈楚生部落 网上有很负面的声音 是谁的锋芒盖过谁 金曲歌王 披了什么精 你咋了什么急 这个是谁的烂问题 哈哈哈哈 我说一个那个那个谁的 约新的 他真的是小糊糊 有一次你知道吗 你是用了我的牙刷刷的牙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吓人 你这个赢了 你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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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 我想说一下 可能有一天冠哥也拿了我的牙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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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是什么回事啊 幸亏没跟你们一起出 真的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 我还没刷我的牙刷啊 已经湿了 哈哈哈 哇这个 张栋梁打呼 这应该全世界都知道了吧 我就是个夜里疯狂的人 好吧 哈哈哈哈 一人一爆炸的时候彩排之前 就已经跟舞者们一起排练 彩排当天 导演就说 队长张远他的那个情绪 好像有一点点还没有到位 你觉得可以怎么样调整呢 然后我就说导演是这样子的 我有跟他一模一样的一套 我自己我自己的白西装 就舞步我都会 哈哈哈 导演的把你从整个翻到这些 你表演一下他怎么翻吗 哈哈哈哈 你在这个节目除了凶肌 除了凶肌 批了什么 批了什么精 你咋了什么急 随便唱唱歌就赢了四公三贯 哦 会不会过于简单 这个是谁的烂问题 哈哈哈 哈哈哈 这谁的问题 只能说就是 其实在哥哥们的心里面 你就是慢歌代言人 哦 是不是 哥哥们其实是变相地夸你 对 看你哭了好多次 大家也看过这个画面了 因为这个事情变成脆弱男人 你们看的部分两分多钟 我跟老舅一起抱着哭了快20分钟 在这里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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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个哥哥可以笑我们 因为我几乎都看到了每个哥哥都掉眼泪 你们都没有资格可以笑我 我们下次一起哭好了 你会不会担心大家拿你和John做比较 这问题很刁钻啊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你能说水跟火之间啊 水更好还是火更好 谁永远也盖不过我的锋芒 但是我也永远无法阻止别人发光 好吗 你有脸就够了 有什么实力 虽然很想说有脸就够了 但是确实也需要有实力 对 我会把这个长相 先把它放大到最大化 让大家看到我 然后再让喜欢我的朋友们 去看到和发掘我身上的更多的闪光点 弹壳很好奇 整了这么久 你学会怎么当队长了吗 如果你是给了另一个选择 我们选择你比较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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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希望自己的队伍被打散 你希望大家继续一起战斗和骄傲下去 但同时也是一种解脱 不管每个哥哥是当下 还是在未来披荆斩棘的路上 哥哥们要去更多的地方发光发热 所以我也为我们彼此松了一口气 小可 你不懂 你也没当过队长 你能理解队长啥心情 以后你当队长就明白了 当我成为队长了以后 也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另外一个不太一样的 就是极熟悉又陌生的陈楚生 因为你是一个团队的领导 所以只能是尽全力要赢 其实以前要说要赢这个字眼的时候 可能我都会小心谨慎 但我发现在我的内心 在我的骨质里面 我是有这部分的 而且它一旦激发出来就收拾不了 好 于哥哥来 于昊明哥哥很好奇 你一直被大哥罩着 有没有想过自己当大哥 于昊明你不要那么多好奇 有时候有些问题可以不问 不过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我呢 是一个不喜欢当大哥的人 我就喜欢当小弟 被大哥罩着有安全感 舒服 我觉得不管我当时做什么选择 我都会被说的 如果我要是很安全的回到了 升哥的怀抱 然后那大家也会说 你一点都不平衡 一点都不难认 所以我一点都不后悔 美美好的遗憾 你看这个美好的遗憾 甚至到了这个采访都没有合体 对 太美好了 反倒是这种这个遗憾里面 让大家看到了无数 对 这个遗憾也让大家看到了动物世界 看到了浩克 没错 看到了更精彩 新洲的毅然毅然一爆炸 更多的东西出来 对 还有逆战 观众很好奇 你们想象过你们老了以后的相处状态吗 你们觉得会是怎样的 嗯 还是差不多吧我觉得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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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很远 只是脸上的褶子多一些 我我觉得我如果我们老了 能做到蔡老师的心态 哎 我觉得就很棒 真的很积极 那不可能 嗯 蔡老师的这个进行状况 离线我们四十年 再过四十年 再过四十年就八十了 那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怎么说呢 我说实话 我觉得就是肯定那时候大家的那个 这个婚姻状态啊或家庭状态啊 嗯 我可能应该也结婚了吧 啊 你问谁呢 不是 我对镜头刷 你是问 你是问大众评审吗 哈哈哈哈 大家投票吗 我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算老 哈哈哈哈 但是和一群老友一起变老 这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为什么会选择美好的事 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这首歌 送给观众呢 因为我希望它也不是一句问号 而是一个可以肯定的生活语录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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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平淡如水的爱情 看似安稳啊 好意外的旅程 得到一些可以任性的机会 看似自由啊 好意外的旅程 做到别人也想要做的事 看似精彩啊 但是事实上发生的从来没想过 真正想要的都被别人拿走 没决定太多事就这样到了今天 然后接下来变成了阴城的烂局 再打一起希望麻醉了痛苦 只能进步能退 看不起放不下不得不走下去 我们半退半久的人生 没有和你一样被眷顾的未来 我们半退半久的人生 数字幕费详员 数字幕big AIDS 啊 好意外的旅程 得到一些可以任性的机会 看似自由啊 好意外的旅程 做到别人也想要做的事 看似精彩啊 好意外的旅程 做到一些不老而活的忙 看似心愿啊 但是事实上发生的从来没想过 人间想要的都被别人拿走 没决定太多事就这样到了今天 就这样到了今天 然后接下来 变成了银城的烂举 怎么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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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忘的灵魂啊 安静的云转吧 遗忘的灵魂啊 安静的云转吧 人来的灵魂啊 人来的灵魂啊 安静的云转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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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来的灵魂啊 祝福 祝福 掌声送给四位哥哥 谢谢四位哥哥带来精彩投入的舞台 接下来我们请观战出的两位哥哥 替我们问出那些问题 我想要问一下 大家对这个舞台什么想要分享的吗 其实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身上穿的这身跟远渊 月星 我们都是有延续这个武术和动物世界 那今天其实也是有顶着很大的压力了 说实在 因为蔡老师演得太好了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在台上的几位兄弟 大家都尽力了 谢谢大家 这首歌如果说从无数到动物世界是1.0到2.0的进化的话 那你觉得今天这首歌有没有到3.0 这要看现场的观众 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到今天第一轮最为紧张的火力值投送时刻 本轮对阵双方为超合金和快乐ACE阵营的合作曲Bad Boy 对战 黑服放和笑风声阵营的合作曲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本轮投送将会直接决定 哪两个阵营 会率先夺魂为自己所在阵营赢下一个家族席位名额 现场的1000位观众 我们现在把选择权交到各位的手中 在两个表演当中选择你喜爱的表演进行投送 你可以投送A也可以投送B也可以即投送A也投送B 如果支持超合金和快乐ACE阵营的Bad Boy的话 请按01 支持黑服放和笑风声阵营合作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请按02 投送通道现在开启 02 二级 笑风声跟黑服放要来拉票了 音乐 一年有365个日日出 通票吧 送你365个祝福 通票吧 心中每天转了1440针 通票吧 我的心每次都唱这一天440多个思念 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乐 每一分钟都盼望你平平安谈 吉祥的光 永远环绕着你 大家为我们投票 越多越好 大家为我们投票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大家为我们投票 越多 谢谢 谢谢两大阵营的哥哥 大家好我们是 皮蛋瘦肉综 那我们在一起就是 皮蛋瘦肉一国综 左边 Mesonite 超合金 Mesonite Gill 事业的计划 金钱全部都兑现 很抱歉 我曾经说 我不会变 我变得更强大 我只能没有亏欠 年轻的兄弟 我会一直扮在你的身边 我的顺便太过常见 你得学会常见 熟悉你的心的败口 哥们别是旁边 我的声音 亲自扶着可以 生命狂圈 做的实力加上身体 必须绝对强健 Bad boy Bad boy 这些小声在 我听不清 Bad boy Bad boy 所以你们的高速 唱不停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容易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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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ZE超合金 Let's go 快乐 AZE超合金 快乐 AZE超合金 AZE超合金 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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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10秒钟 0102 做出你们的选择 好 投诉通道正式关闭 究竟哪一个阵营 双方能通过鼎力合作 率先拿下第一轮的胜利 为他们所在阵营增破一个家族席位名额呢 马上我们来揭晓本轮的成绩 究竟是超合金和快乐AZE阵营合作的Bad boy 能率先夺魁 还是黑服放和笑风声阵营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更胜一筹 现在为大家揭晓第一轮结果 请看大屏幕 恭喜黑服放和笑风声阵营合作的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率先拿下一程 分别为你们各自阵营竞得一个年度家族席位名额 截至目前为止黑服放阵营获得两个家族席位 超合金阵营获得一个家族席位 笑风声阵营获得两个家族席位 快乐AZE阵营获得两个家族席位 在这恭喜各位 2023披荆斩棘家族诞生年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而在我们进行接下来精彩对决之前 我们马上要进入的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 即将为大家颁发2023年度滚烫唱演舞台 VOKO类奖项的颁奖 究竟哪些舞台获得提名 请看大屏幕 披荆斩棘2023年度滚烫唱演舞台 候选舞台有 没时间后悔 Let's go 为什么要准备 干嘛要后悔 天上最多随机 我越来越站起来 大家说 大不大浪我见过 碰到我全部都别说 这是我留下的线索 知道你配合我 李永生与淹没 Forget about all your past Forget about all your past Forget about all your past Please like no regret 行走的鱼 你一定爱我受伤的表情 请和我约定 万世界争取道具 马是遥远的惊喜 我一直不去的坏情绪 总是在风里飘来倒去 痛苦的回忆 该如何忘记 那命运的捉弱 该如何抗拒 一次死的缺氧 一次死的生长 一次死的牵肠 一次死的迷惘 一次死的受伤 又一次死的龙王 一次死的悲伤 为何总是发现 我再也不愿听见 那些卑劣 让我牵我弄 我们变成把你碎片 我再也不愿看见 在每个黑夜 你打碎了牙 我肚子也 练曲1990 是明日在阳西夏 卷鸟已归时 一将已经踏上 救世的归族 救世的归族 人生难得再次寻觅 相知的伴侣 生命终究难舍 蓝蓝的白云天 X Song 《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 鲁鲁不悔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 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 像不敢平凡的人 世界上有多少人 《侥幸者》 《侥幸者》 陪我来一个 陪众的陪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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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陪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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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呀 在哪呀 在哪呀 在哪 在哪 X Song 动物世界 在今晚 今晚 今晚 深爱向上 向上 人类有沙 想灭出梦里同天堂 对他 脸不息待下 下一组安慰的火马 潮水一层层跌脚 最后啊 却一丝不断 别害怕 我们都 都海老人 从心灵掉被阻碍 不是恶伤压两开 你像北京红旗转 快走 总装埋光 手变快 你听见吗 你听到吗 你怕什么 你怕什么 你听见吗 你听见吗 你听到吗 你怕什么 你听见吗 你听到吗 你怕什么 我会更可爱 留下秘密 卸下愿望 账号已注销 拿手跳油 碰撕 别人见识就不要下来 我给你这么多的感动 难道不值得被爱 感谢你演的美好 但是我也想背双吧 走麦田 龙帆 龙帆 说 遇见大叔要做朋友 龙帆 龙帆 说 那金色麦田就是你的家 龙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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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你累了就要回来啊 青春 是家人让我没放弃抵抗 是希望让血院变得滚烫 但就算是拼尽了全力能达到的终点 可能也没那么的耀眼 但在废墟中不断生长的花朵 难道不才让人更决然经历 今天天天地刻如此不灰 我要将你一起站在最高干净意味 我也要求我的公包头的闯断杯 我要把刘亚飞玉和地位都尽退 所以谁求的只要爱的 真心的相信的都是美好的青春 你从未失去过青春 你从未失去过青春 这一轮的十一个候选Vocal类舞台 由四大阵营哥哥和两位总监 共同推选产生 究竟哪个舞台最终能够斩获大奖 决定权依然在各位观众的手中 现场的所有观众 你们将会在十一个Vocal类表演当中 选择你们心中最喜爱的三个表演 最终排名前三的 将会获得2023年度滚烫唱演舞台 投送通道现在开启 好的 时间到现在有请滚烫揭晓人 陈晓春 张智霖 李承炫 来为我们揭晓 有请 哥哥哥好 哥哥好 你们有没有关注今年这个那么多的舞台 有哪一个你们会喜欢吗 有啊 我数一二三 看看我们的默契有没有 好不好 默契 没问题 我觉得别的不错 我们三默契肯定没问题吧 当然了 好 来 老鼠了啊 一二三 第一次做人 都是做人 哎 说好了默契了 不是说好一个第一次做人吗 你看 现在就很丢人了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你刚才是说喜欢 第一次做人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来现场看他们彩排啊 我看 哇 你不错啊 嗯 有感觉 而且你看到那个 你主持人那个哭得很sexy好不好 sexy 开心呀 那要我说呢 我觉得动物世界才是厉害的 动物世界 武术的一个续迹 所以这个想法很妙 而且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蔡老师 错 错 错 你妈没有告诉你 你好 蔡老师 蔡老师她刚开始 还没有找到状态的时候 她就是 蔡可云 非常可爱 从这样的一个过程 到真正的来源的时候 她完全换了一个状态 然后 我觉得就是很到位 这是一个披荆剪接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动物世界》这个舞台 是给我印象很深刻的 那我呢就觉得 东海老人非常厉害 也不错 对 那个飞仪啊 真的是很珍贵的东西 是的 绝对值得我们一直传承下去 嗯 还有我听说 胡燕斌哥哥是恐高的 是吗 那现在应该已经克服了吧 对 还有我觉得我必须要 去尝试一下小致 Jimmy 我们以前是合作过的 记得吗 然后你现在还是真的不老男神 你看 你看现在的我 我都老了 你怎么还是那么年轻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二零二三年度滚烫唱演组 Vocal 类的 最终得奖是谁呢 请开大一幕 恭喜青春 张浩宇助教 参演的哥哥上台领奖 奖杯在等着你们了 有请 祝货各位们 有请为我们揭晓的三位哥哥 将奖杯交到这两组表演者的手中 每一队派一个人出来 表这个获奖的感应 谢谢大家 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非常的意外 这个找谁说理这玩意 非常感谢哥哥们 愿意尝试这样的一个舞台 然后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论文一样的 一个说唱的一个舞台 然后也谢谢大家的喜欢 谢谢哥哥们成全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 没想过 真的没想过 我觉得眼泪都快掉出来 现在这个时刻又刷新 我在《皮银斩机3》的 另一个高光时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兄弟们帮助 谢谢 非常感谢 再次恭喜获奖的哥哥们 请翻回观战区 再次祝贺两组哥哥们 当然此刻还有一个悬念 仍未揭晓 2023年度滚烫昌颜舞台 歌曲内的最终得选到底是谁呢 请看大荧幕 好 恭喜动物世界 请参与的哥哥们上台领奖 恭喜动物世界的表演者 恭喜各位哥哥 在这个舞台上 既为我们在续写的故事 同时也在刷新的记录 我们先请滚烫吉小仁 为四位表演者 颁发奖杯 这个舞台 是一个了不得的舞台 每一个哥哥 都是才华横溢 你们每个人都是最棒的 同时我要谢谢三位 在台上我非常非常 尊敬喜爱的小春哥 智琳哥 炫哥 因为 当我来到这个舞台的时候 我不断地在看你们精彩的表演 你们的那些表演 让我觉得是 无法超越的 我想如果说我们今天 有一点这样的成绩 真的是因为他们 如此精彩的表演 带给我们巨大的一种前行的动力 我们继续努力 所以我想这个舞台 不仅仅是属于我们的 也是属于所有哥哥的 属于陈楚生战队的哥哥们 好 再次恭喜动物世界的各位哥哥们 祝贺哥哥们 请返回观战区 那么现在为大家来公布一下 本轮滚烫唱演舞台的投票结果 请看大屏幕 我相信大家肯定还没有看过 还期待下一个精彩的舞台 那在下一个阵营合作秀到来之前 我们先稍作休息 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滚烫继续 是 生活 有的人 身在其中 而有的人 乐在其中 当我们乐在其中 便能发现 生活 其乐不求 在自己的广阔草原里 快乐 无需费力 生活 自然有机 经典 有机生活 有我定义 是想在舞台上 炙热灰洒的吗 是要在练习室里 追求极致的我 我们相信 披荆斩棘 从来没有捷径 要成就彼此 也要呈现极致 就像立狼聚水绿龙 实力聚水不滑水 放心机型 快干蓬松 立狼简约南庄 滚烫 永不推敲 做工程 都要聚会 在帮助 补充 完成 让我们留下 这种 痴迹 外妻 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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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搭配合声缘一声菌 呵护宝宝 娇嫩肠味 广告回来 滚烫继续 登陆集团旗下 中缅日上小程序 助推滚烫阵营 见证哥哥美丽绽放 全球正品美妆 随时中缅日上参与活动 领双十一红包和专属福利 好的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二轮 阵营交替合作战 有人这么说 人真正成长的时候 是你能真正地赢得到 欣赏自己对手的时候 所以本轮四大阵营将会交替合作 再次一为一对决 继续敬夺家族席位名额 也就是说上一轮你合作的队友 在本轮有可能就会成为对手 现在我们来看看 第二轮的交替合作对战双方 分别是谁 他们是由王耀庆带领的 黑服棒阵营和林志颖带领的 超合金阵营合作对战 陈楚生带领的 笑风声阵营和胡彦斌带领的 快乐黑随意阵营 率先要出场的是 黑服棒阵营和超合金阵营的 合作秀表演 那同样我们也要邀请两位学长 任仙琦哥哥和李求胜哥哥 共同带来一段介绍 有请他们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接下来大家有福了 接下来小马和哲鸣 要用说唱来介绍接下来的节目 想不想听 这个我想看 来 我一定要亲眼见证这个 所以你开个头吧 好 那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们 你准备吗 就这带着阿伯还有瘦的马席带的兄弟们 但是舞台上面摆造型 小爱兵你看得过的 听到过的所有那些张大舞台 加在一起还要顶 我们让这舞台上前双方出版 接下舞的目标就是 是组绩赛的第一名 黑服放和超和亲 黑服放和超和亲 不服不行 让我们不服不行的人就是 王耀卿 哎 哎 袖子 豪平 还有法师 以及河展翘 周翰 哎 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哎 谁是你的滚烫之选 哇 嘿 你要坐哪里我坐什么 OK 哥哥 从初次相遇到一次次组队 拆分同盟 在不断的选择中 一直做着自己的同行兄弟 one pick 同行兄弟吧 做着自己的同行兄弟 one pick 那么问题来了 观众的one pick 哥哥的one pick 哥哥的one pick 答案是否一致呢 哦 观众之选滚烫组合 一身一管 鸽子汤组合 为什么是鸽子汤组合 为什么 那阿伯咧 sup sup 所以我跟兽子的那个 sup sup 汪汪队 为什么叫汪汪队 我跟月鑫很像狗 什么 长得很像 可爱的狗 沙马特 他拿着把斩马刀把我斩了那个PK 是 卫马组合 卫马组合 卫马组合是什么 卫马啊 卫马组合 卫马 诗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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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挺浪漫 你不要说 但是我跟月鑫越来越远 看完观众们的心意那么难题来了 请在现场阵营哥哥中选出你的onepick 选出你的onepick 选出你的onepick 我心中的onepick 绝对是小智鲲 有有有有 绝对是小智鲲 实至名归的 来吧 我的onepick 我的onepick 是马小龙 马小龙 动了 来 张远 可以成功 双向吩咐 两个人背对背 背对背 回答以下问题 分享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我就讲一个 这个 干嘛 没事 你不要怕嘛 要没有说什么 秘密是什么 哦 诗云哥也会怕 因为我知道太多秘密了 对不起马师 你说 徐良 给我做了一个 凌人的单人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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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次在 选队有个机会 我可以把阿普 就是召来一起参加 我们的部落 我那时候选他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 这样子他就可以 就是 切开了所有的编曲的工作 然后我就可以轻松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这太夸张 这太夸张 是不是很聪明 因为我们有在练卡丁车嘛 然后他一直 怎么样都快不了 你知道吗 嗯 那其实呢 在他那个油门下面 我们给他加一个东西 让他踩不到底 每次下来的 为什么快不了 是这样 是这样 因为他个性太拼了 哦 除过 除过是 因为他那个手S型 一下来 砰撞了那个墙 所以我们 为了怕他再次发生 就是尽量压抑他的速度 让他快不了 今天早上 我不是在群组里面 发了一个讯息吗 我说哎呀 今天睡醒 我往右边看 没看到圆圆 对 因为其实呢 每一天睡醒 往右边看圆圆这件事情 是我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哦 哇 因为在宿舍他就睡我右边 对 哦 看东南哥觉得 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习惯 哇 哇这个好浪漫哦 被别人当成是一个习惯 习惯 请描述 哪一刻他有让你动容 或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一瞬间 动容的瞬间啊 就是 我记得他拿红牌的时候 在 网络上 在很多地方大家都会 一直不断的攻击他 我就非常非常的不爽 我就觉得 为什么 他只是很想努力啊 他一直在拼他自己 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们都很支持啊 我今天讲这个 可能又要被骂 但我无所谓 我是他哥哥 我就是要挺他到底 所以我在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只给我一个表情 一笑自知 所以这让我觉得 如果我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 碰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能不能一笑自知 我现在不行哦 我现在稍微有人讲我不好 我就要哭半小时 太久了吧 所以我在觉得他很厉害啊 永远就是看到他就是 就是很有阳光 跟小智一样 都一直在散发光芒 我其实我会觉得说 这些东西都是 是Growing pain 就是在小孩子长个子 就骨头会痛 就是 所以你应该很少痛吧 我应该痛一下下而已吧 我记得那次在运动会的时候 然后阿浦背上那个 老鹰的翅膀 所有要靠近他的东西 全部都被消灭掉 那是我信 那是我对他最动容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太帅了 其实我印象深刻的瞬间是 我们所有的哥哥 然后初见面的那一次 这个小智哥 来到我们哥哥面前 然后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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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哥哥们握手的时候 我内心当中 还是立马想到了我当时 就是重新复出的那样的一瞬间 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说 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然后让大家看到 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同感跟共情 就产生不 哇 做得太好了 真要抱一下 嗯 很感动 是吧 这个只有我们 两个之间 才懂的 才懂的 才懂的这种感觉 嗯 是的 是吧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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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东良从一公飘移开始 就一直都在同一个庭里面 而且是每一个舞台都合作 甚至是两人的舞台 真的耶 甚至是两人舞台 都是你们 有一刻是让我非常印象深刻 就是我们在看第一次做人的演出的时候 就是张东良 豪出声音来 就是看到就是 哇 哈哈 他真的大声哭出来 就是 就是 我们其实都 相对来说都有 比较感性的时候 也比较容易动情 但是 能够在这么多人面前 大声哭出来 也是 证明这个人柔软到的一定程度 是 也信任我们 对 对 所以啊 嗯 那一刻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忘 因为那天 呃 第一次做人在 台上的演出是如此之完美 然后张东良 呼出声音来 哈哈哈哈 好的 现在请两个面对面跟他们说一句话 你真的很棒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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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会带给更多人 嗯 嗯 感动的时刻 因为你的努力 嗯 我先抱你了 嗯 啊 其实我一直被问 你知道吗 你一直跟 跟G7同一组 一开始到现在 我真的说不上来为什么 但是我就知道 我想跟这个人在一起 我真正真正最开心的那几天 是我们在北琴念二郎那几天 嗯 嗯 就是因为 终于有时间跟你独处了 你知道吗 对 然后再来就是 他拉着我去看你们 第一次做人吧 我是真的看到他这么的 想要大家好 这件事情 你就是这一集 披荆斩棘最好的队长 哦 真的 真的是 老師 你是我本集披荆斩棘 遇到的一位 宝藏 谢谢 然后 我希望 我们未来 缘分会继续 一定 谢谢你就是说 告诉我说 上披荆斩棘很轻松 都在烤肉啊 聊天啊 不用练习 可以睡觉啊 那他上次经验的 的确是这样 对 但是我觉得 也因为他的这个善业的谎言 让我 对自己的表演上 更加的突破 谢谢你帮我完成三次的编曲 好好好 三次 爱你 谢谢小时哥 谢谢小时哥 加油 超核心 黑浮放 强强联合 跟我们一起 超级有趣 第二轮 是唱给对手的歌 我们是黑浮阵营 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希望你们 也有趣 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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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快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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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早点再回去 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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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不是游戏 还没时尚战役 先中心则是伤心 先认真先认迷 世上不是流星 世上是否刺激 我心我吐我呼吸 我几天都不行 动静 因然不最到底 烦恼也看见看到底 自然感受越美丽 千万谁都变回去 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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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今天才是兄弟们的这招呼 一步步动了 两个人存 她们一身含魔术解 她被拖子一流 看着灌类盖窗户 stage 她们在猫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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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请两位哥哥返回观点区 还有两位哥哥也在等待着你们 好棒 是不是真的太好看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突然忘记我要访问他什么问题 那我就丢给主唱阿璞 你为什么这次好像有点 挑自己的感觉 因为其实我要感谢舅舅 就是那时候舅舅提出了这首歌 然后我就不遑多让的 接下这样 那这首歌其实是我们乐团的歌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 因为在我们高中的时候 台北的东区还是一个很 就是很热闹很繁华的地方 然后大家都很想去 就是所以我们就 终于能够见到831的主唱他本人 然后我们就希望在舞台上面 完成这个心愿 对 没有 其实 其实我真的很感谢就是 各位哥哥们一起完成这个舞台 其实是我的荣幸 因为我其实在出舞台的时候 是唱了想见你 想见你 想见你 那能够在最后一个舞台 就是能够跟这么多 这么优秀的哥哥一起完成 这首我们乐团的歌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谢谢大家 大家不 我有一个问题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什么呢 创作灵感其实就是 在想说我要写一首歌 然后有一个很派对的氛围 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派对 希望今天 大家也有一起派对的 好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阵营的哥哥 然后每一次对战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比赛的感觉 当中可能会有火药味 可能会有很激动的时候 但是其实最后 我们都是比的是人心 最后我们都 幸福结果 对 我们都是 友谊为先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 在拼音斩机舞台上面 一个小的写照 好的 谢谢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带来东西东西的 一位哥哥 谢谢你们 带来如此热血的舞台 谢谢你们 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 是笑风声阵营和快乐AZE阵营的合作表演 那我们有请小春哥 智琳哥 和陈竹生 关志明哥哥 一同来为我们介绍 接下来这个深情的唱演舞台 那楚圣 我问一下楚圣哥先 楚圣 你跟兄弟一起参加的披荆斩 你有什么感受 动物世界 动物世界 对每个杀伤力都很强 那我也问问Kennie 现在最想对观众说什么呢 我 我要 我要你的爱 谢谢 好 这一次呢 我们将会拍出我们六元大战 他们分别就是快乐AZE阵营的 从黑夜温到白天在 从白天温到黑夜 不管黑夜白天都在练习的 胡彦斌 我已经尽力了 还有从东海飘洋过海终于来到海上 嗨的 来自上海的路易 还有不是弹丸弹弓弹仔弹簧 而是弹壳的超会RAP的 RAP的弹壳 那笑风声阵营的普通话 打肘折 我也是 但唱歌一点不打肘的 李肘折 看起来不是很脆弱 实际上比看起来还要脆弱更多的 脆弱男人 懂宝石的啊 嘎嘎的啊 在这个节目里 哥哥姐姐们都喜欢的 节目可爱的节目 谢谢哥哥们的介绍 我们期待你们带来这首深情的歌曲 谁是你的滚烫之雪 哪里可以坐 来在这这个椅子 我喜欢这样的氛围感觉 我们坐在高高的古道上面 请哥哥讲 那决赛的故事 哈哈哈哈 哥哥从初次相遇到一次次组队 拆分同盟 在不断的选择中 一直做着自己的同行兄弟 同行兄弟 那么问题来了 观众的one pick 跟哥哥的one pick 你们的答案是否一致 公子于心 明月大明星 心里有谱 九月奇迹是 我们有一个组合 就是我俩组合起来 就会发生奇迹 哇哇 这个一定要 0917 好刺眼的数字 你这不错 这可以 好有父子组合 你这你这儿子也太多了 你这 我只是你其中一个 你你还有泰国的儿子 你还你在 你在所有组合里面都是甜的角色 冰糖葫芦啊 是我们四个 我们四个 我们四个人 胡萝卜 一家五口 葫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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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语火焰冰 哈哈哈 练语冰冰冰来了 请在现场的哥哥中 选出一位 你心中的one pick 你可以走出来 绕场选择一下 哇 i love you bro 哇 已经创造奇迹了 刚刚才在一起 啊 啊 啊 哈哈哈 哦 哦 哦 来还是吃 哈哈哈哈 哈哈 我想一下啊 啊 哦 哦 来带宝 哈哈哈 哎呀 双向奔赴啊 请两位哥哥背对背 要回答一些问题 我的天 请分享一个他不知道的秘密 他不知道的秘密 哎呦 大家都知道你是那个beauty rapper 然后你很爱面膜啊 我跟你道歉就是 每一个早上你在睡觉的时候 我偷偷 俘脸 我偷偷面膜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其实在 出舞台的时候 提交了一首胡校长的歌 结果被怕死了 我唱他的舞会好好过 演了好多场商演 哈哈哈 真假的 哎我们说个别人的秘密 别人的秘密 八卦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啊 这个这个这个 哈哈哈哈 他喜欢漂亮的 哈哈哈哈哈哈 是因为我pick你了吗 哈哈 说你为什么选择我们组队 我们唱的也不好 跳的也不怎么样 因为你们长得帅 哈哈哈哈 来我们下一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经常问我 他经常问我 去游泳 去游泳 在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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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ways rumors like life is a marathon oh 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 请描述哪一刻他有让你动容 或者印象深刻的瞬间 我唱你留下的爱的时候 嗯 斌哥说 我是几个人留的唱的最好啊 哈哈哈哈 哈哈 这个我印象太深刻了吧 我最感动的就是他在那个 逆战上面喊的那句话 哦 他说我我要陈守生我要给你拿下这 拿下这一球 这一成 对他喊的大声 哥 你都听错了 我那会喊的时候陈守生 我要给你拿下最后一名 哎 哈哈哈哈 我做到了 哦是这么说的呀 对 对但那个那个瞬间我真的就觉得 哇哦 我觉得 我我觉得他真的身上背负的压力很大 是 听到了喊这句话说我眼泪就啪就出来了 就是 我觉得这就是兄弟吧 他可能没有想那么多 但我觉得他喊那一下他想给所有人 把那个士气给给提起来 其实他也是喊给台上的几位兄弟提起来 对 我一来披荆斩棘的时候呢 儿子们心气都大了 嗯 爸爸爸爸 你什么时候能有 mvp 太难了 非常非常的 我都提名好几次哥一次没老找 哈哈哈 然后跟 这副我们每次走过那个荣誉墙的时候 我老是跟他讲哇我这个荣誉墙 然后他突然 就搂着我 哎就跟我说他说 you remember that yeah i remember 他说 蔡老师 你要拿mvp 哦 哇 他说你一定会拿的 好 哦 再来一次披荆斩棘 希望他可以改进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如果他下一次来 披荆斩棘 我不觉得你下次会来 你会来 你会来吗 哈哈哈 就这个哥给我的给我的建议 下次别来 他也应该不太会再来了我觉得 哈哈哈 讲不好我跟你说 如果再来一次披荆斩棘 我希望开你 你能不能 不要唱歌 好讨厌 你就从头跳到位 不一个我还要开演唱会 你这种说到我这票房卖不出去了 哥人家说的是改进不是让他放弃你知道 哈哈哈 再来一次披荆斩棘 我希望 呃校长可以身体有微微的律动 开始有一些舞蹈的呈现 哈哈哈 不要再这么优秀了 你让其他的哥哥们怎么办 这个有点水的 睡觉的时候 不要穿牛仔裤睡觉 哈哈哈 会影响血液循环 改进什么 别那么冲动什么的是吧 但我觉得说实在哦 他的冲动是他的一种率真 就是他就是这个性格 我认识他到现在就是这个性格 你看是他平时跟朋友在一起很活跃 他其实内心是一个不争不抢的 他他所有的争和抢是为兄弟 我觉得他应该要去多表达多争取 我希望他能够去有好好的唱首歌 如果下次来啊 希望他改进的一点就是 呃下次别当队长了 哈哈哈 我真的有些我肯定不当队长我跟你说 不用你说 下次让我来当队长 可以 哎呦哎呦哎呦 当大哥的小弟 真的很幸福 哈哈哈 哈哈哈 哇哈哈哈哈 请二位面对面 跟对方说一句话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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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说吗 就像刚才那样子 嗯呃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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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肯定会做到的 好 我一直在这里 很高兴我们能够成为家人 因为到了这个年纪 家人这两个字 不是说像小孩过家家 能够那么轻易说出来 第二轮对战是唱给对手的歌 黑衣服放 超合金 无论输赢一起拼 今天来到了总决赛 我们把笑风声 猜成了三句狠话 送给你们 祝你们今晚笑得很大声 无计岁月 祝哥哥们 永远是风中的少年 我们要祝你们以后生活幸福 希望以后的日子里 我们依然继续 谈笑风声 感谢观看 MI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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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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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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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